朋友们有什么问题要讨论 一旁很久没有来 有问题要问吗 明德有问题要问吗 大家有什么要讨论 苏老师有问题要问吗 没有我们就来看第十八章 第十八章其实我们已经讲了一部分了 而第十八章最重要的 也就是进一步说明 什么是孝道 而为什么以孝作为中庸在这里 将天命之为信 率心之为道 修道之为教 落在孝上 那么我们曾经说过 孝不是人天生的 孝是人在第一个第一性上 第一性 第一个生命形式 第一个生存形式 在人的意识思维认知 在人的意识思维认知 那么大家还记得吗 我曾经说过 人有四种 思维认知 你也可以说 人有四种 认知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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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种 原始知觉 第一种原始知觉 许多基同 在某种因缘下 他起开了 打开了 他原始思维 然后他直接可以 与天地宇宙间的 某些 磁场联系起来 然后就说出很多 别人没有办法做到的 事物 跟认知 这叫做原始思维 原始知觉 思维 认知 第二个 就是感性 就是感性 就是感性思维 认知 感性思维 认知 也就 借着 国家中的 一些观点 也就是 来自于 纯粹来自于 人的感觉 纯粹来自于 人的感觉 也就是 来自于 人的掩耳 鼻舌声音 来自于 人的掩耳 鼻舌声音 那么 这属于 感性的 思维 认知 那么 第三个 也就是 就是 人的 抽象 以性思维 为认知 那么 这个呢 是人的 四种 思维 认知 基本的 四种 思维 认知 四个 人的复杂性 人的复杂性 那么 这个是 原因之一 在动物来讲 它们基本上 原始直觉 就像 金鱼 有没有 它可以 这个什么 和它的孩子 在这么一个 地球巨大的 海洋上 然后 分开 它们可以 凭着 某一种 声波 而相聚 同时 它们可以 绕行地球 而不 迷失 包括 猴鸟 所有的 这些 甚至于 植物 基本上 都有 原始的 这种思维 知觉 思维 认知 那么最明显的 就是 章鱼 套鸠 有没有 还有鱿鱼 等等 这一类的鱼 它们 进到一个环境 这个环境 都是白的 它们 零点零几秒钟 全身就白了 它们如果 进到一个 红色的 山湖世界 也是零点几秒钟 通 它就变成红的 其目的 那么就是为了 生存 其目的就是为了生存 生物的第一性 生物的第一性认知 那么生物的第二性 第一性 第一性的第二种认知 也就是感性思维认知 在所有的动物当中 透过它们的 掩耳鼻舌声音的感觉 感官 的触碰 然后 马上 吸收到某些认知 而有所认知 这些都是 达于生存的 是满足于人的 生物的第一性 完成自己 生存的 基本认知 只是到了人 这个是生物 只是到了人 人比动物来自于复杂 不只是人有第一性 以完成自己的生存 的第一性 那么还有第二性的开展 第二性的开展 而这个第二性 在认知的表现上 在认知的表现上 就要比动物 生物 来得 更完整 或者更深刻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它的第一种认知 第一个层次的认知 在第二性的 第一个层次的认知 就是理性的思维认知 理性的思维认知 就是透过了 人的 大脑的 抽象思维 人大脑的 抽象思维 抽象思维 第一个 第一个作用 就是抽象作用 就是抽象作用 抽象作用 就是将具象思物 就是把具象思维 就是把具象思维 就是这个具象 有具体的形状 然后有具体的重量 然后有具体的面积 有具体的空间位置 这个叫做具象 将具象似乎的种种各异性 每一个具象似乎都不同 然后把这些差别拿掉 各异性拿掉 然后抽取出共享 抽取出共享 这叫做共享 都是哲学名词 抽取出共享 共享就是最大的共享处 或者最大的工业数 最大共同处 最大共约数 就像在座每个人来自四年八卦 然后每一个人形象不同 然后每一个人职业不同 每一个人性格不同 但是我们把这些所有的不同拿掉 只就其共享 都是来这个课 上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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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中文的人 然后 都是有年龄的 资深的学员 再把这个拿掉 然后 都是人 都是学员 都是人 都是人 就是最大公 最大公耶稣 也就是共享 这样子的思维 思维 就叫做抽象思维 有没有问题 那么 在抽象思维后 然后分析 然后分类 然后做分析 做分类 然后做 greener 然后做演绎 那么 以检验 以检验 就是进一步认知 来自 感觉认知 的材料 感觉认知 的材料 这就是感觉认知的再认知 或 或 来自直觉认知 的余才 余才也就是材料 在哲学上 专有的那个 专门的翻译名词 就叫做余才 那么 这样我们才能够认识到 我们来自于感觉认知 我们到底认识了什么 所以今天在文学界 特别提倡 感性认知 其实这样大约得有层次 某某先生 因为他有太大的民窮 免得贺群在减麻烦 拼命地鼓吹 感性认知的重要 感性认知 大家要回到那个感性 因为感性才是真的人的 人的性情 其实那是 一种错误的 认知后的 过分泛滥的情感宣传 台湾今天之所以 非常的 民粹性 感性性 尤其是中南部一下 大家的感觉 大家这样 大家那样 然后称台北市为天龙国人 就因为台北市还有理性 这才是人啊 那就是人了 那实际上是 有的时候我们 看不到 分不清楚 我们到底 是活在一种什么状况 像这样子的人 我们可以说他 无知 也可以说他不负责任 那么当经过了理性的 再检验 那我们就会很清楚 透过分析 分类 归纳 联盟 那么确定 我们到底知道什么 确定我们 面对的世界 是怎么回事 很多人说有理性 就缺少感性 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 艺术家 文学家 其实成为艺术家 其实成为艺术家 文学家 不那么简单 他在高度的感性 的敏感底下 又有高度的理性的 检验能力 所以他能有所完成 任何艺术 之所以成为艺术 多一分 太多 少一分 太少 所以理性是人的 开始脱开人的动物性 也就是第一性 的第一个表现 所以第一种 认知表现 不同于动物的认知表现 动物没有理性 所以人不是动物 或者说人不是 纯粹的动物 今天西方 强调人 基本上就是动物 这是西方之所以 走向今天的混乱 甚至于走向衰败 那么 再来看 当人 透过了这样的一种抽象性 而展现了人的第二性 不单纯是凭着原始知觉和感性 活着 人会开始对这个世界做各种分类 规则 规则 建立起 法则 秩序 然后还有第三 第四种 也是来自于天生的 上天所复 上天所复 他不是人为的 也不是因为社会经验才出来的 像西方的学者常常说 因为这是来自于人的社会经验 以至于我们现在的许多学者们 这不是人的天生 这是社会经验来的 那我们这里不是这么说 我们这里说的是 意识思维不是来自于社会经验 而是来 仍然是上天所复 那现在证明了 脑神经科学 脑神经科学 证明了 智人 之所以后来 凌驾于所有人类之后 人类原来不是只有智人 是很多种人 然后凌驾于其他 所有的人 克罗马龙人 什么什么什么人 之所以成为这个世界 最大的存留者 因为在今天 这个世界的人类 几乎绝大多数 都是智人的后代 而智人之所以为智人 因为他们开始会使用工具 因为他们开始会使用工具 他们开始会有语言 他们开始会思考 而会有抽象 理性认知 等等 那么是因为人有了新的脑神经系统 也就是人的皮脂层 在人的这个皮脂层中 在人的这个皮脂层中 那么有很多种很多种 使人不再是动物的种类似系统 人的语言 人的特有的情绪情感 人对色彩的敏感性 动物对色彩 好像顶多只有三种分辨的 人物观失色 然后在这个当中 人还有使用工具的 还有逻辑的 不同的神经系统网络 在这个不同的神经系统网络 人们有一个 就是镜像 或者是朋友们都知道 因为我曾经说过 镜像神经 神经元 或者是镜像神经元素 就是当你看到的 能反映你自己的 影像的时候 你能认识 哦 这是我 也就是 自我认识的思维认知 自我认相的思维认知 那么这个思维认知 是关键性 让人类不同于动物的里程碑 就在这样的一个 关键性的思维认知中 意识思维认知中 人才会有所谓 对真 对善 对美的 这种思维 的渴望 让自己更好的渴望 让自己的更好 是美的认知 换句话说 是人性 高度精神性 展现的自我认知 那么他能综合的 这个是归纳跟演义嘛 才能综合的 重新 能综合的重新 检验 检验 人所经历的一切 包括对人的记忆 包括人确定的真理 原本确定的真理 等等 包括人自身的经验 等等 重新检验 然后评估 并做出新的评估 并做出新的评估 寻找出未来的可能性 寻找出未来的可能性 这就是人的创作 之所以能创作的原因 这就是创作的原因 我们目前世界上有一个 最具有创作性的人 你们都认得 认识不认得 因为他不认得你们 也不认得我 你们才是谁 你们想想看 你好像知道 什么 不 他只是一个画家而已 然后他并没有想到 人类的未来 但是在他的绘画中 他有所创作 这个人现在 所作所为 全是朝向 人未来的可能性 孔子 孔子 两千年前 我说的是现代人 现代人 对 还活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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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活蹦乱跳的 不但活着 还活蹦乱跳的 而且还不老 他所有的一切创造 都根据一个观点 这是不是人类未来的可能 未来的路 他从年轻就这样 从小就这样 现在我们的网络 国际网络 是他第一个创造 那我们现在知道的电瓶 是他第一个构想以后 第一个创造 最后他做成功 然后他打出去的火箭 他能够从太空中回收 也是他第一个想出来的理论 所以美国的NASA 愿意跟他合作 然后他每次成功后 有人收购 他就卖 卖了以后 他就集资 再做下一步 新的创造 新的创造 然后他为什么 他有一个 最根本的前提 就是人类的一切 将把人类所居住的地球污染了 人类在毁灭自我 他为人类寻找去太空 去火星居住的可能性 在没有到达那个地步的时候 他先解决 大量汽车排放 因为燃油而排放污染空气的 这个部分 所以就全力发展 电池汽车 所以我们或许用他来举例 他在 这些部分上 得自我检验能力 也就是意识 认知 意识思维认知 是有着他特别的表现 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 因为儒家说 要能爱 得知人 得能够真正懂得 人的特殊性 你爱的对象的特殊性 你不了解他的个性 你不可能爱他 你不可能真正给予他的最体贴的爱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 莫当马斯 马斯勒在这方面可能不够了 我也可能他没有遇到 因为 孔子说过 不是孔子 诗经上说过 真正的爱情的完成 而或因为爱情的完成 而有一个完整的婚姻 借着完整的婚姻 而有一个完整的生命旅程 来自于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窈窕淑女 展现女性特有的特质 今天鼓励女性做男人 这是错误 这是西方人的错误 那是因为长期西方人 女孩子是男人的奴仆 中国可没有啊 中国的女孩子 可是长中奎主持家庭打击的 如果在家里面 不是女孩子主持家庭打击 如果不是这个女孩子太无能 那么就是男孩子 侵犯了这个女孩子的权利 这是传统中国的理 说这个男人不知理 在中国以前是要被谴责的 男人回家进了二道门以内 不准管家中事情的 除非有关家中未来前途的大事 不然一切都是妻子做决定 妻子规划 今天还有 还有些情况 你看是不是 女孩子在家管钱 管家里的钱 妈妈管钱 爸爸回来把钱交给妈妈 妈妈打理一切 这就是中国 因为阴阳病生方有天地 天地并存才有万物 乾坤同时发动 才可能有宇宙 有世界 孤阴不生 孤阳不长 所以 土地公 我们老看他 哎呀这里的土地公 只有一个人 就赶快来帮他 迎娶一个土地婆 有没有在台湾 台湾保留了最完整的 也是最古老的传统文化 的宇宙观 那不像基督教 不像天主教 也不像回教 他们的上帝 是一个永恒的光棍 没有人帮他 迎接一个上帝婆 对不对 他们认为 这个永恒的光棍 才是真理的代表 世界是单一而绝对的 跟我们的想法是不同 我不再批判他们 而只是提醒 从这个角度 来看 西方跟中国本身之间的 一个基本的 生命观 这是一个宇宙观 跟生命观 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 一个家庭的和谐 女性得展现 谢谢女性 上天所赋予女性 所特有的智慧 不是做男人婆 不是做个假男人 现在西方 为了争取男女平等 女人拼命去 去练三脚鸡 练那个什么 二头鸡 练那个 去打棒球 去干嘛 做这个男人一样的事情 去局中 不尽然如此 我们不否定它 但是不尽然如此 因为有女孩子 喜欢这样吗 那大家根据喜欢 就去做嘛 但是不尽然如此 重要的是 女性她有她 特定的智慧 上天所赋 她细腻 她原始直觉 丧失的较少 她敏感 所以她很容易懂得 在人情底下的 某种心理要求 跟渴望 所以女孩子 也特别会安慰人 同时女孩子 有更大的同情心 所以这就是窈条 窈条是有一个 极细心的 体贴的 孰是慈悲 这个孰不是漂亮 三个字 没有一个是漂亮 姚条孰女 四个字 没有一个字漂亮 她说的是一个心理 一个认知 她细心 她体贴 她慈悲 所以成为 一个 拼命要出去努力 那个君子 就是有理想 拼命依照自己的理想 啊去冲去冲的 这样子的女性 的对象 这实际上是合乎 乾坤 而已 所以从这里 我们知道 诗经与 易经 相表理 他们是互相对应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当中 才可能 才可能 男女双方 能互静 互重 互量 互游 爱情不单单是 一时的激情 激情 而是 从激情转化为 相互扶持 扶持 和理性 和这个什么 和体贴认识 的自己 所以 诗经 国风 放第一篇 因为 有一个这样的 情的归宿 人心才能安定 所以读诗经 知其情也 同时 诗经的大雅 讲孝道 也就是我们中庸 讲孝道 何以故 因为 孝 是人 第四个 思维意识 的认知 下 才展现 出来 如果 就人的 第一性 第二性 同时 表现在人的 思维 认知上 像是 第四个 意识 思维 认知 展现 出来的 对生命 的肯定 而我们的 生命 是来自于 父母 我们感谢 他 所以 像是对 父母 生命 给予的 回馈 给予的 回馈 而回馈 与豹 为动物所没有 只有人才有 这是人的 最大象征 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 最大象征 那么中国从这个地方强调 想 有没有要讨论 没有我们就 没有我们就 这条课告一个段落 待会再说 待会再说 素单素权 第一个就是补充一下 就是左边这边的话是 最围观的解剖的看法 就是在写定上来说 大脑最后面的一层 有一场很厚的灰色的地方 那个是神经核的 主要分布的地方 那看起来是灰色的 所以叫灰质 那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说法叫皮质 因为大脑看下去 像表皮一样 所以会说是皮质的部分 那现在白 就是显影出来 白色的部分 就是神经纤维走过的地方 好 那 这是维观的部分 那具观来说的话 有一些部分 在 现在研究上来说 它有很多未知的地方 但是 有一些部分是可以 跟老师刚刚讲的内容是互通的 譬如说 一开始我们讲的 生存的那种冲动跟欲望的追求 通常来自于最原始的部分 也是信任的 那每个人都有 在座每一位都有 只要你是人的话 都有这些东西 所以 我们每个人都有天生的冲动跟情欲的追求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 还有相对来说 现代人的额叶就慢慢的发展出来了 有一部分是跟年纪有关 就是你长得越大 大概到二十五岁二十三岁的时候 你额叶会越来越发达 那额叶的话主要是做一个刹车的作用 就是 有点类似刚才老师讲的就是 可以反思 可以重新检视自己的情感跟理性 或者重新检视自己感性追求的部分 所以它有部分刹车 那一部分就是 有一部分认为是说 现在一些社会行为是从额叶这边的发达之后 开始快速的成长 那这些呢 应该是现在全世界上教训的人的话都有 只是有没有完全的去开发这部分 或者说有没有去提升 让它功能更完善 这样 你想 你要求的是 要更客观性更精确性的时候 是不要很快在许多不知道的部分 马上就套用到可能的结论里 对 是不是 是这样 那么他认为 我应该收敏一点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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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要告诉你 我认为的正确 你的正确态度 你应该来说 老师那个脑很复杂 你现在把它简化了 我就问他 有没有完全的错误 没有 还能相通吗 还可以 那 我们该知道的是什么 他说你该知道这个的 他就画给我看 所以我要他 这是你要说老师 脑很复杂 你这么说 虽然没有什么错误 但是跳跃的太快 我要补充 让大家知道 脑胶细部的部分 你要增添上来 而不是直接就讲 你跳得太快了 我保留 我不认为你可以这样说 这就是用你的专业妨碍了 非专业的跨越认知 那我们讲中庸 重点在讲孝道去呈现 孝道在人的 在生物性的特殊性 那么借用大脑的 这样的一般的 基本认知来做说明 你可以补充 可是不能因此说 这样是不对的 得保留的 我是绝对不会这么说 这样是把你自己 也把知识 非大脑知识的追求性卡住了 了解了吗 所以我一定要你上来讲 因为这个对大家确实 多一份认识是好的 你要锦上添花 或者雪冬送炭 可是不是釜底抽薪 能懂吗 还不能懂 好 不管他了 慢慢在想 今天太多专业人士 在思考问题 认知问题 判断问题的时候 是有这种非常严格的 专业性的限制 包括中文系的 研究者 有学生极好 他的论文 在毕业的时候 说台大20年来 没有这么好的论文 可是在他毕业的时候 他的业司 说我们是张太炎 古文学家的这一派 你要发誓 这一声不违背 古文学家的原则 绝不跨越谈异理 一下子 他连论文都写不出来 他连论文都写不出来 他是个好学生 他遵照 他说我答应了我的业司 我不能违背 他现在不能动笔 他只做考据 只是目前没那么多考据 可做 余先生你好像有话要说 古文经还是古文学 古文经 古文经家的 古文经家是清代古文经家 专做汉学考据 义理的发展是经文经家的偏向 我们今天的学术界基本上 跟社会基本上有些脱节 我们常常说 拿到文凭或到社会上来 再自己来跟着业界学吧 原因就是 这些限制 这些专业性限制 然后标榜 如此才是精确的科学展现 才是科学认知 这是有限制的 不能说不好 确实有限制的 那么学习者 如果能知道这个限制 然后适当的任用 借着佛学 释迦牟尼佛自己所说 但有变巧 为了让人们知道 得用方便法门 还得用巧遇 巧言巧遇 目的 让人懂得这个道理 我们这个课 我们这个课的目的 让人懂得经典的这个道理 为了达成方便巧遇 最重要的在这边 你慢慢去想 他绝不点头 坚持在那里 没关系 你慢慢去想 他会是一个很好的 说不定是个好医生 我们课堂不否定什么 但是重要的是 补齐不足 知齐不全 补齐不足 如此而已 因为 相对于整个人世间的认识 以及人世间所构成的知识的复杂性 你没有办法要求求全责备 就像我刚才说 莫莫先生 过度的滥用感性 然后推动整个的文学 就是一个很单纯的感性的 自我感性的表现 感情的表现 那么像这个 就是有点扩大 有点腐烂 因为即使是文学 艺术的完成 不只是感性感情 像我们艺术大学 以前老师们说 学了哲学 过度理性 就不能创作了 就无法创作 你也不能否定有这种情况 因为有些人是会被离 当他开展理性 会被理性给卡住 可是这个 之所以造成原因 其实不单单是因为理性的发展 跟学习哲学的问题 这个时间的因果性 不一定如此 所以刚才所说的 我向大家介绍的 那个理论当中 重要的 你要帮我解释的 是因果性是不是有错误 如果挑药的太快 不够精细 你来补充精细的部分 这就是景象添坏了 好 大家还有没有用 因为这个而延伸的问题 那么如果没有 我们再来看 指约 我们还从前面读 无忧者 第一 他谈了笑了以后 他接着就讲了周代 我 以为 人类的典范 我用人类的典范来说 古代的帝王中 最没有忧虑 最无忧无虑的 大概是只有文王了 这个棋是大概 唯是只有 大概只有文王 为什么呢 以王继为父 这个王 前面的王是周公后来追封的王 他原先不是王 他就是祭礼 祭世最小的 名字曰礼 是古公谈父的 最小的儿子 他以王继为自己的父亲 以助词 助动词 就是因 为什么他无忧 因 王继是他的父亲 这表明 这表明王继本身 是一个能干的人 是一个能行孝道 继承 古公谈父的人 以武王为子 以武王为子 还有武王 来作为他的儿子 也就是 继承了他们 的主业 所以 所以 父做之 父被创作了 周 做事创作 父被创作了周 指数字 儿子 儿子 术 术是继承 继承了 副主的 副主的 事业 副主创作的事业 副主创作的事业 所以武王 周武王 传 这个传 就是继续 就是继承 周武王 能够 继承 这个传 可以加一个能的 能继承 太王 就是古公谈父 王继 以及自己父亲 文王的继业 这个续 是基业 基业 基础的基 四页的业 的基业 一融一 这个一我们上次说过 是这个一字的简写 这个一就是三 就是灭 灭掉了 英式 融 融是大 一是音 灭掉了大音 这是古文经 古文上书不是古文经 也是古文经 但是叫古文上书 五成篇 笔的句子 而正是拥有了天下 而有天下 代表 而后正是一统天下 因此 周武王 终生 这个生是终生 一辈子 一辈子 他终生 没有丧失掉 在这世界上 最显赫的生命 最好的生命 因为 一统天下 是到周武王完成 灭掉大音 也是周武王完成 所以这两件事 这两个事业的完成 一个新世界的地上 是来自于周武王 因此他终生 被世人 被世界 被天下众人 所称颂 所感谢 这个代表他 对他的感谢 对他的称颂 也因此 不丧失 他缔造新世界的 最好的名声 显明 显赫的名声 也就是 最好的名声 大家有没有问题 要问到这里 我这么说 因为我们上次有说过 我这一次就简单的这么 一路叙述下来 也因此 他去世 也因此 他被世人 尊为天子 注意这个尊子 请把他 打个圈圈 因为西周最重要的 一个观念的完成 你们猜是什么 后来成为整个中国 三千年下来的一个超稳定性结构的基本核心原则 自理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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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理作业是根据这个展现 也是要呈现这个 但是这个观念在前 通分 通分 通分也是这个观念的推展 尊身 尊身也是这个观念完成后的一个影响的达成 这是不得了的 那我写了 5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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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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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7 7 8 7 9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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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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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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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10 9 就是对全民的照顾 跟全民辅职的维护 辅职的维护 才有资格称天子 其实你们都知道 只是你们想不到 德是实际的作为表现 生生只是传达 才能生生 提示 提示 什么 六个字 五 四 三 二 一 你要不要说 以你精细的头脑 我写了 我写了 尊尊清清清闲闲 尊尊清清闲闲 这里首先提出了尊 谁最具有领导能力 为人类谋最大幸福的可能性 天下尊子 那么尊之为天子 以知尊之为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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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个社会 jelly 而这个社会的领导者是为人类带来幸福 为人类开展出未来的分路 能为人类莫福利 所以中武王因此被尊为天子 同时能拥有了全天下 四海之内就是全天下 如果就其物质而言 就其物质 就其物质而言 不强调财富 强调财富的时候 或者会让人们在现代的对财富的刻板印象中 去评量这件事 就其物质的拥有 它拥有了整个天下 死后 下面是死后 子孙 以宗庙子里 祭祀他 这个想就是祭祀 祭祀他 死后 子孙 人民 加一个人民 以忠庙之礼 祭祀他 同时子孙 他的子孙 以至于人民 保持 他的教训 和事业 保持 他的教训 及事业 就像现在 如果你们有兴趣 出去旅行的时候 带照相机 到那些老村子 然后看到那些老房子 他们贴的村连 或者贴的对联 照下来 看到老土地庙 或者土地庙 有对联的 照下来 我以前做过这样的事 收集了一本 台南附近 所有庙里的 还有老房子的对联 你们看到 所有都是 教子孙们 祭祀 术祀 完成 先祖的德行 无一立万 这个传统 来自于哪里 就来自于 西州 周王 周文王 然后 王继 然后古宫 台湖 在这一点上 也特别提醒大家 他没有追奉到 先公 所有西州的祖先 都没有 他就挑到 最近代 以古宫台湖为主 等到周公正式成立了 台庙 祭祀的祖先 只推尊到后级 其他就是一个统称 裴祀 什么意思 不以自己的一家一性为天下之主 追封到后级 后级下朝的粮食官员 是在那个时代 大洪水之后 为人类 也就是为那个时代的人们 开展出新的农业发展及技术 喂饱了所有的人 然后再来是古宫台湖 带他们 当人家要他们的土地 他们把土地开发完成 结果全容要他们的土地 国宫台湖想一想 是要老百姓去打仗 维护这块土地 还是我们有能力开出这片土地 那我们另外寻找土地 就给你 然后迁到西齐 也就是迁到我们今天所说的周园 周朝的周 平原的园 那么在那里 骨功弹腹 召集所有的人 我们要走了 我们不愿意牺牲你们的生命 去争夺这块土地 我们要另外去寻找 可存可根之地 四周 不只全他们 全部落 全四周的人 都跟他们一起走 然后开除西齐 就是周园 也就是西周的 开展之地 所以骨功弹腹等于是国父 西周国父 他们只尊奉这两个人 作为祖先 其他的祖先就一起陪侍 就有点像我们家里面 或许你们的神主牌 有一个 所有祖先 历代家属 历代亲的祖先 就这么一个牌位而已 这在中国的 都是有大义的 而不是只有祭世 对不起啊 上帝 不是只有祭世一个 关棍上帝而已啊 那么这就是尊僧 而祭世这些祖先 就是对生命尊重的表示 崇敬 与尊奉 我讲这些二十一世纪以后 一定风行世界 你们一定要记住 因为现在 全世界 在学术界讨论的一个问题 政治师 在政治学界 讨论的一个问题 就是 文明型国家 跟民主国家 西方认为传统中国 中国的传统 自古 其今 是文明型国家 文明型国家 第一个元素 优长的历史 优长不断的历史 第二个 民主制 人口 第二个 文化 复杂 而又统一 第三 人口众多 族群复杂 但和谐相处 第四 多元 价值多元 在一体 五 始终 在 共同的理想下 始终在共同的理想下 共同的 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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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却 的命运共同体 基本上一共有六个 我只记得这五个 对外侵略 哦 不对外侵略 从未殖民 成为殖民就是从未掠夺弱小民族 这是西方人对于中国大陆快速崛起 所讨论出来 我们被中国骗了 它始终不是一个我们所收资 在我们经验中的 民主国家 民主就是单一民主所建立的国家 这个经验 奠基于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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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门国家与政治 今天的 所谓民主 政治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建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那么这是单一民主所构成的 这是单一民主所构成狭小的国家政治 及其制度 古希腊时代最大的城邦政治 也就是雅典 只有三十万公民而已 只有三十万公民 最小的 希腊城邦政治 只有九千人 那么以至于到后来 罗马帝国 同样在这样的一个 希腊城邦政治的经验基础上 建立了罗马帝国 所以他们始终 所以他们始终 只是从 罗马 为一个 主体国家 然后去 怎么去掌控 被征服的土地 就是高压 中文字的 分支 所以 意大利 今天说 如果我们当时的罗马帝国没有毁灭 我们延续到今天 我们也是文明性国家 但是这个假设 但是这个假设不成立 原因 因为罗马帝国崩溃 而罗马帝国之所以崩溃 就是因为他的单一民族的 狭小国家的政治经验 不足以统领如此庞大的国家 他所占领地区 最后分裂 以至于到罗马教皇建立 然后各地区以各自的部落 民族形成 碎裂的小国 那么今天的欧盟之所以不能完成 就因为碎裂的小国太多 稍微所谓的大国 也仅是法国德国 加一个英国 可是英国现在 北爱尔兰和苏格兰 也在要求独立 至于东欧你看 全部都是像立陶宛 像拉脱威亚 像亚美尼亚 都是小国家 三百万人 两百万人 那欧盟为了达成他们的协调一致 所以他们是采取全票制 所谓的全票制就是 只要有一个国家投票 以立陶宛那么小的国家 或者还有更小的国家 说no 就不可以通过任何条约 任何的 共同合作的事物 他们始终在 在单一 单一民主国家中的狭小政治经验中运行 因此扩张到 殖民地 他们所能采用的 他们所能采用的还是分而置之的方式 没有走上融合 所以他们现在发现 学术界发现 他们始终没有超出民主国家的经验 而且是用民主国家的经验 来看中国 所以他说他们被中国骗了 他们不是被 他们说被中国骗了 好像中国要主动骗他们一样 其实不是 所以刚才我为什么要把 我们记医生的东西 要分析得那么清楚 好像老在骂他 不是这个意思 记医生你知道我不在骂你爸 哦 是啊 那也没办法 重要在哪里 重要在于 我们骗你 是你以你的经验来看我 而认定我 如同你经验的认知 那是他们的自我欺骗 所以中国人讲 意识认知 思维认知的重要性 而以孝道为前提 孝道是人意识认知最高表现 我肯定生命 我肯定所有的生命 而生命的来源 我回过头来 到我 是我父母 我谢谢父母 我回馈父母 我报恩父母 那么这是 人类的 意识认知 最具体 又是最高的 一种呈现 所以不在知识上 不在科技 知识上 人类的这种 这种认知 最高的认知 不在知识基础上 而是在 对生命的认知上 所以他拿笑作为提 提出作为代表 然后在这里 以完成一个新天下 而这个新天下的完成 是继承了来自于祖父 来自于真祖父父亲 真祖父父父亲 的共同努力 所以下面接着 五王末寿命 五王要到了老年 因为周文王 做了五十年的领袖 不过他周五王 做太子 还是 还输了查理士 查理士 查理士做了六十年的太子 他做了五十年 所以到了晚年 这个末 晚年 受命 接受上天 的指令 让他有机会 一统天下 到这里 你们要特别注意 我们下面下了课 上课 再上课说 接着就讲 跳跃 一下跳跃到 姬医生 他没有连续 按照逻辑说 五王如何如何如何 如何如何如何 而是 一下就跳到了周公 当中好像断裂了 实际上不是 五王末 受命 然后 周公 成文武之德 注意 他将西周的完成 不止五王 还有一个周公 孙先生 有一些介绍 希望大家有空 自己去找来看看 因为我们谈到文明性国家 跟民主国家 他说现在有人 专门谈 谈得很好 他想介绍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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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YouTube上面 上海中安卫视有个节目 好像这就是中国 好像是叫张 张维伟 是 我提到最近几个节目 提到文明性国家 还有提到欧洲和睇合同 张教授他并不看好欧美 我们提到张维伟 指导一下 就是后门的文章 张教授的 好像跟老师 上海中安卫视有提到的文明性国家 我们以前国家 国洲四个 最维的国家 所以都会提到 好 还有一位我们的学员 也有话要说 我想提一下 你拿这个 你拿这个 他提醒我 他提醒我 我只是想简短讲一下就是 谢谢老师刚刚 借着跟年轻医生朋友的讨论 让我们看到了一些 在这个思维过程当中的一些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发展的过程 就是 他也是他的声音 可是他的声音也让我们看到 我们女人所不知道的 性能和老大这些的补充 那这个补充 我觉得是蛮值得肯定的 那也谢谢他在这个 商业区上的登场 可是老师把这整个 诗变的过程 有整个的 展现给我们看 我觉得在这点上 也是蛮 蛮值得我们学习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过程 我特别肯定这一点 也谢谢老师 他现在有保留 他告诉我 我对你太严厉了 会不会对你打击 对你一个年轻生命的打击 我就要他直接告诉你 给你鼓励 他是你们学弟 不是我的朋友 是我教的 很好 也真的就如他所说的 这是一个开放的课堂 是一个开放的课堂 那大家可以尽可能的 提出自己的看法 这个课堂能够被你们喜欢 或者能够达成你们所希望的 所听到 所希望听到的一些讯息 重要是大家一起提供了自己的看法 提供了各种想法 不论正不论法 那么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 享受我们在思维上的自由与创造 那么我刚才特别提醒说 我所讲的中庸 二十一世纪一定封行 不是封行一定是我每个字是我讲的 而是这个观点 因为刚才孙先生所说的 孙先生也是我教的 这里好多都是我教的 还好大家都聚在一起 他所提的 这一个 是什么地方 上海 上海东方卫视 上海东方卫视 所提出的 张维为的 他们现在 越来越多运用前一任的观点 然后越来越 他们开始 不从新文化运动以来 那种批判性 否定性的观念 来述说 中国经典里所提出来的 各种行为 各种制度 包括各种典礼 他们开始发觉 它的背后其实都关乎人性的开展 然后他们同意 在极左的时代 他们是用极左的时代 以及在新文化运动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的时代限制 而有了对中国全面的否认 那么他们现在 在相对于对西方 越来越了解之后 他们回过头来看到 中国特有的 这些 精神 情感 心理的 面貌 所以这个是值得大家注意 因为全世界今天因为科技 交通等等 相互往来 比起以往 更多了 那么西方在今天 在自身的各种分裂中 逐渐 逐渐 受创 然后看到自己的限制 他们 不能说有所改变 但是至少 看到另外一群人 包括中东 现在沙特都愿意跟伊朗 他们是四仇啊 做出死敌的四仇啊 愿意试着谈一谈 黎巴伦 黎巴伦跟另外一个小国 现在还在打仗 自身内部的打仗 打了二十几年 原本的 中东小香港 打成今天 变成破落户 还有跟黎巴伦 也 愿意试着和解 虽然还没有真实接触 非洲 开始也提出 我们非洲整体 是一个文明型社会 我们所有的 国家的画界 分界 都是西方英国人 法国人 德国人他们所画的 跟我们无关 我们是非洲大地的子民 我们能不能不要再打了 共同同非洲出发 所以现在俄国也说他们是文明型国家 因为俄国也说我们至少有一千年 不过他们又轻蔑了 意大利说假如我们都 罗马帝国不分裂了 把自己设在假定上 西班牙也是 假定我们如何如何 那么换句话说 这里面含藏的意思是什么 只要我们不战争 只要我们不再从利益中 去作为最高价值 将社会分裂 所以我们也能成为 文明型国家 所以这才是美国 拜登 罗斯财尔德 摩根财尔德 等等这些家族 这些大财 在跨世界的大财堂家族 他们会紧张 因为他们之所以存在 所以强大 就是建立在 一切以利益为最高的 价值和控制上 从17世纪以来 谁控制机械 谁就是控制世界 然后谁控制石油能源 谁就控制世界 然后谁控制了 这个稻米粮食 谁就控制世界 然后谁控制了金融 谁就控制了世界 而这些谁控制了什么 就控制了世界 其实是民族国家 不是民族 是民族国家 狭义的 国家经验上 没有超出 这种狭小的经验 而现在 如果大家同意文明型国家 大家可以互助合作 世界自然会有变化 那么如何让中国人 自古以来的 历史文化的面貌 越来越清晰 我这种讲法 我这种讲法不是我发明的 是前一人教的 是老先生们教的 是传统以来的 一礼的讲解 那么 越深发 那么 它提供给人类世界的 多元性价值 就会越清晰 越明确 一切从 多元一体就是 一切从人性出发 最会回归于人性 在这个过程中 你觉得吃牛排最好 他觉得吃树包子最好 然后他觉得开摩托罗拉最好 然后他觉得开特拉斯最好 特斯拉还是特拉斯 特斯拉最好 然后最后回归 人性 觉得方便 这些促成了我们的幸福 而不是去做书死战 向拜登要求乌克兰达到最后一人 那现在美国说要求台湾 提出台湾的教徒政策 人 人以死亡为最高的追求目标 只为了一个概念 一个反极权的概念 然后这个反极权的概念 只是不同于投票制的民主政治 人们不是追求生命的本身 而是追求一个空虚的概念 那么哪一个是人生的真实 哪一个是真实 那是真实 人生的那是真实 那是真实 人生的真实 大家可以思考 所以改了结论 那就是爱 那就是我们这个课堂里的爱的表达 你们都可以表达 都可以表达 好 我们再来看 五王莫受命 五王到了老年 完成这个受命 受天之命 受天什么命 就是一统天下的责任 这个命其实延伸落实在现实世界 是责任 所以他很快去世 注意这里面就包含了一段历史 五王完成了一统天下 三年就去世了 因为到底老了 这是我讲的 到底做了五十年太子吗 或者四十年太子 然后经历的很艰苦作绝的战争 所以三年他就去世了 去世的时候 他的孩子还很小 周公设政 所以周公来完成 来完成 文王 五王的这一份德行 以显现 给现实的 给后世的人们 不是给现实 刚才这个字 我取消 就是后世的人 他如何的显现 给后世的人们呢 他建立了典礼 他建立典礼 然后追奉 天主 为王 他如何建立典礼 以完成文王五王的德行 和事业 他建立了典礼 以文王五王 之所以为王 他怎么能成王 他怎么能成王 那么站在文王五王 站在文王五王 之为王 为了说清楚 所以比较拗口 之为王的 立场 意味 善 后面你们就懂了 为什么要这么写 追奉 先主 为王 所以追奉 追奉 先主为王 然后奉 加一个奉 奉 太王 故宫 谈父 本来不是王 就追奉 故宫 谈父 为太王 他是站在 什么样的立场去 追 追故宫 谈父 为太王 以文王 武王 已经成王了 尤其是武王 注意 武王成王了以后 他追奉 古宫 谈父 为太王 王继 为王 王继 成为王 然后下面 下面加一个季 他的名字 追 季 李 为王 追逢 季 李 为王 他们的 祖父 季 李 为王 然后 上世 先公 在追溯到前面的祖先 上世 既是他们 先公 追溯前面的那些祖先 先公就是那些先祖 以就是用 用天子之礼 这就是周公建立的 最重要的典礼 礼乐的典礼 注意 这个礼的重要性 思礼也 思就是这 这个典礼的重要性 达呼诸侯 达是通 通于诸侯 这个与 通于诸侯 也就是诸侯也可以用 这个礼是具有普遍性 这个普遍性 是通用于诸侯 通用于大夫 大夫也能用 没有阶级化本 不是只有做王的才有 以及通用于 试 试 就是一般公务的营养 一般的公务人员 一般的公务人员 试的基本意识 古人说 试者 试也 试就是自作试的 这个试动词 就是执事 就是做事 实际执事的 做事的 故 跟文事 武事 那么 世事 古代 贵族 执政 最底层扎 工作者 其位阶 则高于 一般民众 而位阶高于一般民众 那么我不是 我为什么在这里不写 他说是 他是古代贵族执政者 最低层的贵族 不是 因为他们 有没落贵族 而就分分分分到最后 有没有 一般东西 一长子是 输出 那么就再分 输出的输出 就再分 输出知道吗 就不是 那个 真是妻子的 孩子 那他是 小妾 的孩子 那么慢慢慢慢分下来 那这些都是 贵族的后裔的 说他们是最低的贵族 也对 但是 农民中的优秀者 一可 一可选拔为 也可以被选拔 作为是 所以这个礼 以至于当时 到一般行政工作者 下面 他说得非常的清楚 甚至于 通用于一般百姓 那么来说明这个典礼的重要性 跟普遍性 还有 没有阶级性 上至天子 以至于庶民 皆可可通用 皆可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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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 这个素人 你们或许用个冒号 比较好 比较好 这就是说 当父亲 已经作为 代夫了 儿子 孩子 是 是 那么 父亲去世 就以父亲 代夫之礼 葬父亲 葬以代夫 就是葬礼 用 父亲作为 代夫的身份 该用之礼 来葬代夫 来祭世代夫 来祭世父亲 来葬父亲 来祭世父亲 祭世 到了平常 祭世平常时候 在祭世父亲的时候 清明节 祭世父亲的时候 则用 世礼 世之礼 做儿子的 世的身份之礼 来祭拜父亲 懂不懂 懂这个意思 父为世 如果父亲 还只是个世 子为代夫 儿子做到代夫了 这就像孔子早期 孔子早期的时候 他的父亲是代夫 他还只是世 那么他就是 以代夫之礼 丈夫亲 祭世父亲 的时候就用自己 作为世之礼 祭世 等到他作为代夫了 他就用代夫之礼 就换成代夫之礼 祭世他的父亲 所以 所以父为世 子为代夫 在埋葬 父亲去世 埋葬父亲的时候 那么就以葬 世之礼 葬父亲 在平常 祭世 在平常 择用 代夫之礼 就是儿子自己 身份之礼 祭世父亲 老师 这是什么意思 以他的身份为主 那葬跟平时的祭 为什么 两分 两是两件事 葬归葬 祭归之礼 他所根据的 为什么不一样 身份不一样 你地位不一样 你那个职份也不同 也不一样 在祭的时候 是以儿子的身份 对啊 儿子是活人 对 丧礼 是以死者为主 所以祭是着重在活人的状况 对啊 还有没有问题 德民有问题吗 这个差别 我们家比较差别在哪里 是说祭世的 深处的种类 差别是在礼 礼的形式就不同了 穿的衣服不同 祭的形式不同 放的菜不同 古人在周礼上都有分别了 比如 父亲是大夫 他去世 在丧礼上 我们所供的供品 包括用的礼器 就不同 但是我们不说得这么仔细 只说供品吧 那么只能 一只牛 一只羊 就没有猪了 到了平堂祭世 做儿子的孩子是事 那么只供一条猪腿 那穿的衣服也不同 同时用的器皿也不一样 在古人上 也就是 礼是以授记者 祖记者 的身份为主 那么这就是 对个体的 个人的尊重 没有说 哎呀 只要都是贵族 就一起按照 原来你是 楚庄王子后 就按照楚庄王子里 对待你一切 没有 这样会超过 主记者的能力 不担 不是 你是从经济的观念来说 他是以人为主 不要忘记这个人 你看看你们 连余仙人都还 和乌尔利益 心计的问题 思考 他是以人为主 人的身份 来决定 祭世的方式 如果以我们 祭世的主体是死者 就以死者的身份 地位 以祭世他 这是丧礼的时候 所做的 因为丧礼是以死者为大 死者为尊 可是 等到平常 丧礼过后 平常 哎呀 到了生意了 那我现在只是一个事 甚至于我只是个平民 我就以平民的身份 那就是像现在的 现在我们台湾的一般 就是一条鱼 一只鸡 还有 还有什么 猪肉 一条 一条五 还有吗 就这样 那这不是为了经济考量 这是你的身份在哪里 以及你所祭拜的主 主体性 是什么 以这个为考量 这才叫做礼 不好意思 如果换了他儿子当天子呢 他就用天子礼追奉 就是周公不是以天子之礼 追望太王王继吗 对 还是祭世主 祭世者的身份 对 那么他为天子呢 他可以追奉自己的太王 然后追奉自己的王继 那么追奉文王为王吗 那么文王为什么不在太王跟王继之内去追奉 因为那个时候当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时候 文王活着已经称王了吗 已经是王者了 那么五王只是达成统一嘛 他到完成了最后一道手续 灭大英 达成一统天下 那是周公在完成了这一个伟大的事业和继承 建立起典礼 以说明 人的文化的时代的开始 以鬼神为主 他们在下朝 商朝都是以鬼神 以上帝为主 他这个是以人为主 所以是人文之始 西州是真正中国的人文之始 所以文明型国家最重要的 他们忽略的 包括张维为他们可能都还忽略 是以人为主体 不是以上帝为主体 而西方文化从苏美人一路下来 何以代代灭亡 有一个根本的秘密 只有我提 其他人都不提 因为西方人非常顾忌 你们猜是什么 五 四 三 二 一 我曾经告诉过 向前一人报告过 我去埃及 去玩了两个礼拜 那时候非常早 四十年前 还是四十一年前 我去埃及 回来以后打电话 给钱先生 我从埃及回来了 钱先生什么时候有空 什么时候可以拜往钱先生 结果钱太师母说 你快来 我们都在等你 我们已经等了三天了 我就马上 还提着行李去 下了飞机嘛 就提着行李到钱人家去 因为那时候已经住阳明山了嘛 所以到时候弯上去 为什么这么等我 钱人等我坐定 喝口茶 太师母 倒杯茶 我喝口茶 他们就说 我有个问题要问你 埃及 埃及四千年 何以灭亡 你去看了以后 有结论吗 我们要等你这个消息 所以我们三天前就等你 我们好奇 我没去过 所以不知道 你去了 你看到了吗 我去之前他没有告诉我 他没有问 你看到了吗 你要看到了 是你去过了 你要没看到 你只是个观光客 我说我看到了 我说这个问题 也是我一直想的问题 他们那么恢弘 哎呀你去看 尤其是最近又整理出来了 我另外一批学生去了 才回来 新开出来的灵墓 新开出来的神庙 哎呀 恢弘 如此的文明 可以 结束 在四千年后 我们说五千年 中华文明五千年 五千年不代表 不会灭亡 人家四千八百年就结束 他说那是什么 你们猜是什么 还是下个礼拜下 不是下个礼拜 是下个礼拜 要下个礼拜 要下个礼拜讲 好 是下个礼拜吗 还是现在讲 现在不要讲 掉胃口 这是不得了的一个讯息 很少人讲 很少人敢正面去谈 因为那是对西方文化的顾忌 而看得见的 也可能必须是异文化的 而这个异文化跟 同文化 有一个重要的部分 就是其文化的根本性 是不一样 所以这个异文化才看得见 而同文化 不容易确定 不是看不见 是不容易确定 你们要注意 我用词非常的精啊 因为是哲学 我绝对不乱用词的 所以最近有两部电影 我才要你们去看 一部是影集弥赛亚 有没有跟你们说 没有啊 你们这一班没说 异赛亚 是十级的影集 Netflix 叫做异赛亚 就是救世主了 异赛亚就是救世主 然后电影就是 什么什么的女妖 你来写 我老记不住 这里有 你的也有 还拿金球奖的 你们手机听说 只要点金球奖女妖 就出来了 拿金球奖 拿英国 上个礼拜 拿英国的 英国的奥斯卡金像奖 然后 是这一次 金像奖的 竞争者 最 最叫做的竞争者 另外有一个叫做的竞争者 我还没看 叫做西线无战事 有有 这个都有 通通都上 都上去了 这个去年就上去了 异赛亚听说四年前就有了 但是拍完了十集以后 整个西方强烈的 反弹 禁止他们再拍 所以他们就只拍了十集 没有再拍下去 你们看了我再说 详细一点 不过下个礼拜 那么我们会提出 我去埃及观察 看了一刻 如何向钱先生回答他的答案 他们两老就等了三天 太师母告诉我 他要这个答案 所以你看一个 钱先生是真正的读书人 传统中国读书 那么老了 他没有一天祸望 对人类的关系 这是中国读书人 的一个特质 我遇到的 哪怕爱心觉罗 玉云先生 大家知道吗 那个李清王 也一样 虽然他更会强调满清的 优越性 然而他还是关心 人类的问题 他所思所及 都是人类的问题 而这个基础奠定在哪里 这个可以经验说 不过还是五 四 三 二 一 在哪里 周潮 周潮 周潮的什么 对 天下 天下 天下观 世界所有的国家 是国家观 民族国家 所建立的是国家观 而西周 建立的是天下观 天下就是普天之下 就是全人类 所以中国读书人 关心全人类的命运 这个只有中国 在文化上 只有中国 其次 佛教 释迦牟尼 另外 耶稣 但是 一个是以神作为 折射 你的信神 人类的希望 一个佛教 你从 你得从 作为一个人的 基本的 感官世界出走 就是现实世界的 感官世界出走 武家就是 就在这一个 会虚拟的 感官世界中 再进一步 追寻 什么是 真实的生命 自我真实的生命 这三种 不同的文化系统 OK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在哪里